李占英先生 1971年生于河北省永年县区墨乡瑶子营村 自幼席恋在本乡流传的杨班侯遗兄弟教联堂传播的 秘传杨班侯太极拳 为该拳第五代正宗传人李竹林大师的嫡系传人 他天资聪颖习义勤奋 接受了秘传杨班侯太极拳 接骨接肉接皮接义四步功法的严格训练 在中和通透内进发放方面读书一致 后又拜杨士太极拳定型者杨成甫之外孙 赵宾大师为师 系统地掌握了传统杨士太极拳 剑刀枪推手等技艺 尤其是将正宗八十五式杨士太极拳传统套路 与秘传杨班侯太极拳融会贯通 深沿理论与技机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 形成了中正大雅 魂缘贯通 弹力蓬勃 气势雄魂的权益风格 1995年 李战英先生在二十五岁时 就成为了华夏邯郸阳氏太极拳研究中心的会长兼总教练 是当时全国太极界最年轻的会长 被邯郸市体委事务协命名为优秀太极拳师 被中国太极拳大百科收录为古今太极拳优秀人物 曾辗转授权于西安交大 西安理工大学 湖南郕州 内蒙古包头 甘肃兰州 河北武安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 山东 河北邯郸 永年等地 李战英先生修为深厚 权益精湛 在将近二十年的授权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目前 正与第十九位入世弟子赵存宝先生编辑整理 永年曲末密传杨班侯太极拳一书 此举将填补杨式太极拳谱的一段空白 并为我国的太极拳事业做出贡献 赴赵斌老师为李战英先生的提诗 少时立志一上午 东炼三九下半数 弘扬太极显国威 永年战英 无反顾 从今天开始 咱们把传统阳式太极拳 八十五式 教学 重新拍一遍 练阳式太极拳的时候 要求我们从七个字入手 第一 敬 第二 正 第三 松 第四 第四 书 第五 慢 第六 云 第七 稳 心静 首先 打拳之前 先把自己的杂念 排除掉 周身 放松 没有杂念 这是静 正 就要求 身体呢 上下一条线 拳平 两手转 也就是说 从百慧 到慧音 上下 十一条线 自始至终 在转换的过程中 要正 然后这些字 可能大家呢 一开始 感觉挺难 一下注意 正松 书 慢 云 稳 再加一个静字 一下 可能不太习惯 那么你可以这样想 如站水中 志向身 打拳的时候 好像在水里边 站着一样 水呢 就到你的脖子上 向上 有浮力 但是不要让水 把你浮起来 所以呢 纹鲤要往下均住 也就是说 尾巴骨 要向下 松沉下去 顶劲 领起来 也就是 十三世歌里边 所说的 纹鲤中正 神灌顶 满身轻力 顶头旋 人体的 人体的 脊柱的最底端 叫纹鲤 纹鲤 保持 上下 一定要让它垂直 于地面 保持身体的中正 自己的神呢 要灌到头顶上去 你掌握了这些药灵了 就是说 如沾水中 之向身 身体中正 气下沉 四肢运行 有阻力 姿势变换 要慢云 把这些药灵 加到了 整套太移拳中去 额 静 正 松 疏 慢 云 稳 全部就做到了 好 下面呢 从预备式开始 教一教 它的讲究 预备式 两脚并拢 中间呢 不要有小八字形 一定要轻轻的 自然的 两脚并到一块 然后 收下巴 头顶 顶劲领起来 顶劲领起来 两耳要静听 身后方的动静 然后我们的心呢 马上就静下来了 两肩 两肩要做到松肩 不要往上送 要自然的松沉下去 然后两胯要放松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例如 平准 活四车轮 站立的时候 也可以说 打个比方 就像一个蹭托 提着一根线绳 提起来 它是 很灵活的 可以旋转的 接着往下降 预备式 然后讲 两膝盖的要求 两膝盖 要自然的站起来 不要有意的弯曲 自然的挺拔 站起来 也不能用将劲 往上蹬 两脚 要松松的 贴住地面 也不要有意的 做到五指抓地 上弯弓 让五个脚趾头呢 使劲的往下勾 它感觉是抓地了 其实呢 没有抓住地 主确的说 五指抓地 上弯弓 它就是 自然的松开之后 两个脚 就像小壁虎的 两只脚一样 膝盘一样 轻轻的 自然的 与大地相违合 它已经做到了 五指抓地 上弯弓 而不要刻意的去 用劲 往下勾 而是要用意念 感觉五指 与大地相违合 脚心空旋 就对了 它以前的眼神要求 气意鼓荡 神意内敛 眼神要含蓄 不要把自己的眼神光呢 全部的露出去 也不要垂眉 低目 打得没有生气 神乳 捕鼠之猫 自己的眼神呢 就像捕老鼠的猫一样 又含蓄 又灵活 又能随时地变化 第二个动作 是启示的动作 左脚的脚 左脚的脚跟 脚尖 慢慢地依次提起来 身体的重心 交为右脚 然后 左脚向外 横开 一间宽的距离 脚尖 脚跟 依次踏实 身体的重心 要放到左右脚的中间的位置 前后 也要调整好 保持身体的重心 放到两脚的之间 接着往下坐 两手慢慢地 虎口引劲 向前 向上 松松地 提起来 体质 与肩同高 两掌的外延 与肩同宽 两肘尖 不要向外翻 要自然地下坠 然后 尘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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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掌 下按 慢慢地 按到两胯的前侧 要坐掌 两掌心 温温地侧向下 就像 按着一个水中的浮球一样 有一定的弧度 而不要两掌呢 是直斑斑的 掌心向下 全部是直斑斑的向下 是温温地有一定的弧度 好 咱再把这个启示呢 再讲一遍 从侧面开始 身体的重心 慢慢地 交给右脚 周身松开 顶尖 顶尖领起来 顶尖领起来 淡水中 至向身 身体中正 气下沉 太宇宣讲究 以心行气 物令沉着 乃能收连入骨 当两手往上 轻轻提起的时候 要想象 两手臂 就像灌篮水银一样 沉颠颠地 往上慢慢地提起来 十三式类中说 有上即有下 有前即有后 亦要向上 先欲下意 这个意思 体现在歧视中的话 它就是这样做的 要求我们用意 太宇宣讲究 用意不用力 那这个意念呢 是用的是 当你往上提的时候 两手掌心 或者说两手掌 与地面 有一个 对拔 橡皮筋的感觉 一边往上拔 一边往下拽着 这叫 有上即有下 这样有什么好处 当你和别人推手的时候 往上提打 对方的时候 如果说 对方 使劲地向下按你 按你的两个手臂 然后呢 你会在 突然间的 一睡间的松掉 把对方呢 打向空地 再接着这羊 往下按的动作 两掌下按 它讲究 有下即有上 往下按的时候 就像按水中的 一个浮球一样 要做到 松肩 顺肘 带动 长根 带动 指根 指根 带动 指尖 节节松沉地 往下走 你看从侧面 看的话 它是这样 然后 松肩 两肘尖下沉 带动 两手的小臂 两手的小臂呢 又带动 掌根 掌根 带动 指尖 节节松沉地 按到 两胯的前侧 两掌心 侧向下 而不要直斑斑的 正向下 放到两胯的 前侧 温温地开一点 这是启示 咱们接着讲 蓝雀尾 从 启示 开始 保持 立身中正 顶劲 领起来 松腰胯 屈膝 身体 向下 松沉 身体的重心 慢慢地 交给左腿 右脚的脚跟位轴 脚尖外摆 六十度 然后 右手随意腰 向外 向里 再往前 与左手合抱 呈抱球式 这个定时要求 身体的重心 基本上 是在后腿上 前脚 往正南 上一步 脚尖内扣三十度 腋下要空 不要加 肘要撑 不要加 在撑开的基础上 让它往下有一个松沉的意思 右手指尖的高度 要高于掌根的高度 掌根的高度 要做到节节松沉 然后右手的指尖 不要高过来尖头的高度 然后公布 分扎 左捧 好 因为蓝雀尾呢 是入门的动作 咱们把这个左捧呢 再详细的讲一下 从起事 结束 开始 大家先看手上的动作 右手 经腹前提起 然后 随着腰胯的右转 向外 当右手掌根 对向正西方的时候 就不要再向后打了 再向后打转的话 就过了 就散了 一定要保持后背的撑开 撑圆 右手掌根 打到正西方 然后就开始 然后就开始 坠肘 去臂 同时 左脚提起来 然后 往正南方 出右手 出左脚 呈 报求是 然后 公布 右手 经左手腕的内侧 向前 向外 向下 弧形的 滑开 然后 我翻过来 再看一遍 左捧 从起事开始 屈膝 松腰胯 右脚的脚跟位轴 脚尖外摆60度 然后 两手随腰动 向外 向里 再往前 与 左手合抱 呈 抱求是 左脚内扣30度 然后 公布 沉肩 俊肘 松腰胯 两臂打开 称 左捧的定式 这个定式要求 左手 左手臂 东西 要横 不要开 左手掌心 要对向身体的 后 斜上方 这是 左手掌心 不要直斑斑的 向 后上方 要温温的 去一点 左手的肘尖 左肘的肘尖 与左膝盖 左脚尖 基本上 是三点一线 从上往下看的话 基本上是三点一线 眼神 要关注身体的 正前方 温温的偏左一点 右手坐掌 指尖 指向正前方 这是左捧 定式 接着讲 右捧 从左捧开始 左肱部 左脚内扣三十度 左手臂 撑开 捧圆 东西要横 右手 滑下来 两手臂 要有一种 自然 向前 笼合的感觉 要做到 背 要圆 也就是说 气贴背 脸肉 击骨 不要向后 掌 然后腰胯 左转 左胯 左胯的胯 跟 向外 向后抽 右胯 向前 合 一抽 一合 把右脚 带起来 转腰 胯 两手随腰动 然后 右脚 往正膝 偏外 一点点 上步 攻步 捧出去 捧的时候 要捧在两臂 要圆 撑 两手臂 要喷开 捧圆 不要加 要舒展开 两手尖 要撑开 撑开 还要下坠 左手 指尖 距离 右手的手腕 一平拳的距离 右手 大拇指 向上 高 不过下巴 不要太高了 然后再把这个右捧 再讲一下 太义权讲究 变转虚实 虚留意 气变身躯 不烧制 这就是说 在变转虚实的时候 要保持 立身中正 上游 虚领顶劲 下游 气沉丹田 始终要顶劲领起来 腰胯松下去 顶尖领起来 腰胯松下去 这样迈步 迈步的时候 它有讲究 往前迈步的时候 一定要 要做到 实腿 送虚腿 当你提膝之后 往前迈步的时候 不要直斑斑地往前 踏步 胯呢 就没有往下沉 就往前迈步了 这是不对的 它这样做就对了 腰胯 左胯跟 向后抽 右胯跟 往前合 然后呢 带动 右脚的脚跟 脚尖 依次提起 右膝盖 把小腿领起来 对象 正西方 然后往前迈步的时候 身体的重心 温温地 慢慢地 向下沉 然后右脚 迈出去 这样呢 这样呢 就显得 清零 沉沦 不发飘 好 再把这个 右捧的脉步 再说一下 左捧 左胯跟 向后抽 右胯 向前合 然后 提膝 重心温温地下沉 右手 从底下 捧起来 然后 沉肩进走 松腰胯 捧出去 然后两手翻掌 变成铝 变铝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 用腰胯的劲儿 慢慢地把右手打开 你看 慢慢地 慢慢地 打开 这样做 太语泉讲究 行气 如酒驱逐 无温不至 运劲儿 如百炼钢 合肩不存 要想做到 把这个 气 行以 手指的话 必须做到 齐根在脚 发一腿 如载于腰 行以手指 节节节贯穿 贯穿 右手 和左脚 有一种 相吸 相继之感 越往外放 它往回的拉力 越大 而不要做到 腰往外 都往外开了 这样的话 别人呢 会借力 打人 会把你呢 突然间地踩捋出去 一定要 慢慢地 往前捧的时候 好像 右手 和左脚 有一个 无形的 橡皮尖 在拽着 这样的话 气势 它就不散了 翻掌 边捋 好 我再翻过来呢 把这个 左捧 转右捧 捋的转换的 一刹那 再做一下 左捧 腰胯 向左旋转 保持立身中正 松腰胯 捧出去 变成铝 铝 铝的时候 要做到 铝在掌中 铝要轻 意念呢 放到手掌 掌中 两手 等距离的 随腰洞 右手 右手臂 要做到指尖 温翘 虎口 撑开 四指 自然的 飞开 右肘 右肘 右肘尖 要弯曲下沉 不要向外张 左手 左手 掌心向里上方 腰下要空 肘 温温的向外 撑开 高 高 与自己的心窝 高度差不多一样高 然后两手 等距离的随腰 向左 向后 铝 一定要打出铝的整劲 不要向下铝 不要为了表现的姿势的开展 往下打来一个弧形 铝出去 一定要平铝 平着随腰动 松腰胯 臀肩俊肘 当两手 铝向斜方向的时候 然后变成挤的姿势 从正面 接着把这个铝劲 再讲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